我们的国安基金操盘首说 台股有三好 所以到家家不要太担心 这三好当中 其中一好就是我们的殖利率相对比较高 殖利率就是用股价来处理 它今年要配股配息的状况 大家换算出来 你可以把它想做是一个投资报酬率的概念 你把钱放进去 那如果它填全息 你可以赚到几%的报酬 所以这很容易可以打败定存 那我们的殖利率是不是真的这么诱人呢 今天灌州大哥要帮我们来解密 到底跟全球主要的市场比较起来 台股的殖利率是不是真的 像我们的操盘所讲的一样这么的厉害 没有错 台股的殖利率达到4% 如果说我用个图表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国际股市比起来 你看台股在这个位置 它有4% 新加坡的3% 然后看一下恒生 最近跌很深 它才拉到2.95%左右 那比较好的部分像英国 英国是欧洲里面比较好 3.77%也输台湾 那像美国啊 无论从这个稻穷啊 标普啊 科技股还几乎 它因为它股价比较高嘛 所以说它位置来讲的话 大概都是这样1%左右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为什么台湾股市 这个越跌你越不要太过悲观 所以难怪我们的这个超盘手 对台股的殖利率真的相当有信心 我就举个例子 像我们就举那个长荣海运来看 它第一季公告赚快20块 19块多 然后呢 它的殖利率来讲的话 大概抓个20%左右 15%到20% 15%到20% 现在银行利率才多少 才1%不大多 对 所以你就看说为什么 长荣海运在礼拜五的盘势里面 这个虽然说台股礼拜五是重挫 它还能够 对不对 延续一个上升趋势 那重点就是它便宜嘛 如果说我们在这限度 缩小点来看的话 就是要目前100多块 你看它几乎是在一个平台整理区 它是一个地板上 所以说 为什么在这个为止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个高殖利率股票就是比较抗铁 甚至还有一个往上涨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哪个股票 叫做6415的矽力KY 是我们目前的股王 对不对 为什么股王就 这个股王就这样子呢 因为目前 对 目前在一个收缩资金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就变得 那种额外的钱收回来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 它第一个也没有殖利率 它是高成长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在一个升息跟缩资金的情况之下 高成长股是不利的 除了台湾这个样子 因为估值会被重新评估 对 市场上的资金会去评估 你到底值不值得这么高的价格 这个是国际上的一个趋势 像美国为什么科技股 就跌得比较重 对 就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面对是一个资金面开始收缩 对不对 利率开始上扬 所以说高估值 这个高估值才有机会 这个高值率才有机会 那反而是一些高本一笔的 所谓高成长股来讲的话 它就容易收到一个 修正 下跌压力 所以说就台股来讲 好我认为 刚好我们目前位置 恰在一个就是说 是一个 甚至极优生 因为在17000.4% 将近4% 这是以17000.4% 那现在股价 不是已经往16000来卖进了吗 所以说这个值 它不就是一个 往上走升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说17000是4% 如果再往下走 值利率会更高 因为我们刚才说 值利率是用股价 对不对 是用股价 然后去除以我们的配息状况 对 所以当你的分母越来越低 当你的分母越来越小 就是股价在往下跌 或者是指数在往下跌的时候 你换算出来的值利率 其实是会往上扬 对没有错 所以为什么观众大哥 一直提醒大家 在股价跌的时候 大家不要太担心 你去找这种值利率 股价越跌 它值利率越高的 那等它哪一天股价 触底反弹 外资投信 在进入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的有一个 比较好的空间可以期待 对而且就时间年来 看好也是有利 现在已经5月了 对 传统6到9月 要除息了 除息忘记 所以说你在5月进去 买这些高值利率股 换句话讲的话 就是照小于刚刚的公司 就是你是买在一个 低的股价区 那么即将进入所谓的一个 除去除息来讲的话 我认为 高值利率这边来讲话 反而会去有一个 天权天息这样的一个期间 对所以如果说当天 这个除全前一天 这个股价是10块钱 那它又配2块钱的现金股息 那除全那一天 等于是2块钱的现金股息 会入你的账户 那你的股价呢 10减2剩下8块 但是如果你从8块 涨回10块钱的话 你不仅价格是维持 然后你这2块钱 还是你赚到的 这就是指利率 对没有错 所以刚好这个时间点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 外资也真的卖很多了 对不对 外资卖了这么多 我们看这个表格 好 2000年 2020年 卖了5000亿 去年呢 去年卖了5100亿 今年到4月底卖了7000亿 这3年来讲的话 把2009年以来 全部卖光光 卖超已经超过过去了 从2009年以来的这十几年 已经都卖光了 所以说你说 外资还会再卖到什么地步呢 而且大家不要太担心的原因之一 就是去年前年虽然都大卖 可是台股是涨的 还创历史新高 记得吗 所以外资现在已经 台股已经不完全算是外资在扛的 那第二个 为什么外资卖 是因为 他们过去这十几年 这个买进的持股成本 股价在涨 它的持股成本变低 然后市值变大的时候 它现在不管再怎么卖 其实都只是把多出来的 那个全值给卖掉而已 对 所以说在目前的环境来讲的话 可能外资会不会哪天回头再来买 比如说可能 国际局势如果和缓呢 物货战争其实当然目前长期化 但是它也反映在现在股价里面 那么原物料来讲的话 高涨跟通膨其实不会消失 所以说你要买股票可以 但是我们找高值利率的股票 然后抓好的产业 个别替代产业 我觉得就有机会 那当然美股回稳 这个时间点外资会由卖转买 那至于说买哪些族群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像航运股 这个叫做低本益比高值利率 就是讲这个东西 这个长龙洋民 洋民也有差不多15%左右的值利率 那另外呢封电这个政府政策题材 趁拉回支撑的时候 等量缩质温的时候 那当然指标股 像杀伟投扣跟世纪钢 杀伟投扣就是那个叶片 非常的厉害 对我们那个封车 上面有一个一个一个叶片 这个就是杀伟投扣做的 那另外像是车电来讲的话 大概抓两档 分别是二级体的部分 像德维台办 其实最近股价都有拉回 可是问题是股价都位阶都不高 所以我认为这个区块来讲的话 可能有相关的成长题材 而且股价位阶不高 反而是一个利用利空 拉回布局的一个机会 好 一样先把趋势方向给找出来 我们要开始做功课了 股票要怎么选 才能够兼顾它的风险跟利润 我们稍后追踪 就好看着我们下期再见 好看着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